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翻阅一下他们的历史一般涉及到对社会表示绝望了 有一些人最后被证实或者被套上了一个情杀 感情破裂 感情纠纷 那么报复社会的这么一个冒了的 具体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 是吧 据说炸他半栋楼的也是情杀 对吧 那么像赵连海这样 杀了十几个村干部的 像这个杨家一样 一刀挑了六七个警察的 这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关于这个报复性的 杀了一个拆迁人员的 其实也有 但是对社会造成轰动最大的 还是伤及普通市民的 就这些现象呢 最近几年 可以说十几年来都有 但是最近几年它的密度相当大 尤其是经典 很多人呢 不太认同这个观念 可能光线太强了 反光 很多人不太认同这个观念 他们觉得呢 不存在这个底层互杀的问题 或者说底层互害的问题 只是被社会抛弃到边缘 或者在某一个节点上 他遇到了重大的问题 他面对这个社会 面对政府给他的伤害 面对的长权 他不知道如何去应对 所以他就把 报复的这个手段施加在平民的身上 这个观点呢 你听起来也对 其实这种现象今后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改革 你不管在哪个国家改革 你最终 它有一个压力 向下发泄的问题 就一级一级向更下一层去挤压的问题 那么迟早呢 它要反映在普通的 这个公民社会中 它所谓的爆发 往往并不是针对强权的 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对抗强权 那么他们就把 对社会的一腔路火 转嫁在最容易得责 最容易报复的市民身上 我们知道整个社会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变革期 你无论是当年提出来的改革开放 还是现在的开道车 它其实都是在 中国社会中 进行一次大的变革 这个变革怎么收场 我们无法预测 但是变动的过程中 肯定会导致一些问题 我们通常把这个社会上的问题 我们把它 归纳为三个层面 一个是制度 一个是道德 一个是法律 那么从制度上来说呢 我们现在根本就看不到一个良好的 能够形成良性循环 保持社会有纠偏能力的 这么一个制度 你不管它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 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权利去干预 就是民意 它是不在意的 甚至现在 连执政党内部的声音 也变得可有可无了 对不对 那么中共呢它已经走入了 不仅是独裁 而且是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的这么一种 专制的道路 最起码它现在已经往这个方向在努力了 从目前来看 全社会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反响 或者说目前的反响还不足以干扰 执政党目前的这种作为 那么它整个的这个操作 就摒弃了在制度上能够自我修正 自我改良的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在退而求其次 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在道德层面上 约束一下躁动的人群 我们知道从这个南京的彭宇案之后 全社会的风气 已经开始走向败坏 为什么呢 你服个老人最后都要被敲诈 完全可以搞清楚的问题 法庭不站在公正的这一边 全社会最终就导致了一种 家长对孩子的教导 遇到事了 千万别插手 所以我们看到 今年有一个小姑娘 在那个回学校报道的途中 发现一个老人 休克了 那么他进行了及时的心肺复苏 为什么大家在推这条新闻呢 因为这种新闻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亮点 当然更多的是很悲伤的事情 是吧 那包括去年有一个俄罗斯的游客 据说还是一个前军人 是一个少校 他在中国旅行期间 心肇命倒地了 没有人敢及时的救助 救护车来了以后 抢救的手法也不规范 最终他的家属到中国来打官司 即便赔你点钱 人已经不在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 就很大 前两天一个朋友 已经定居日本的 一位老人带着他的倾诉 是一位日本的小伙子 是吧 那么他们两人 去了一下西藏 那么走了青藏县 觉得中国很美 他去的这些地方 我都没去 那种蓝蓝的天 我看过 是因为没有工医 但是我并没有去过西藏 像我这么胖 心脏这么肥大 是吧 估计这辈子没希望 那么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只是旅途中遇到一件事 他觉得很糟心 是什么事呢 有一个美国游客 一位女性四十多岁 那么他在旅行的过程中 他有高原反应 而且甚至出现了危机 那么作为这个日本游客 以及他的外公 是吧 他的外公是广东人 那么他们就协助这个游客 找到当地的诊所 到了诊所以后 诊所并不知道怎么样去急救 所以他就感觉到很奇怪 他说我发现了两个事很不好 第一西藏的诊所 他不知道怎么抢救 高原病 是吧 第二呢他说 得先交钱 这个游客呢 这个美国游客呢 他身上带的钱并不多 还缺个几千块钱 两三千块钱 最后还不错 我这个朋友呢 他们给他垫付了 或者说送给他三千块钱人民币 来支付了药费 那么医院才给他进行抢救 给他用药 他说这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他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先交钱后看病 高原病这是一种急症 它容易导致肺水肿 容易死人的 而且肾脏已经出现了脏气的危机 这完全是应该可以先抢救的 他说不行 当地的诊所 不见钱 不用要 我说这个东西呢 你有两个观点 不太清楚 第一 西藏本地人 他不存在高原反应的问题 如果说他有高原反应 从他生下来他就活不到这么大 早就高原反应死的 根本就轮不着到医院 所以呢 他本地的医院 其实 他很少遇到有高原反应的 除非是碰上游客 对吧 你是一个外乡人 因为你在平原生活 所以你遇到了高原 可能会有突发的情况 第二个呢 我说你了解了当地 诊所的情况吗 他说是啊 他说我也问过 诊所的这些医师 他们的月薪也就两千多块 如果说你这个病人 他不管你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就你在我这死了 没抢救过来 你的药费我就没地方要 没地方要 怎么办 整个诊所的人 平摊 他还不错 他还不像内地 内地不是诊所的人平摊 而是谁接诊的 谁同意免单的 是吧 先用药先抢救 后付钱的 谁买单 是吧 我说没办法 中国目前就是这个限度 所以这个事什么意思呢 整个社会 它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氛围 它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 它不是说某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才会恶性地报复这个世界 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互相伤害 为什么呢 你看 我们见到很多菜籠 他把菜分成两片 他有一个自留地 那是他自己吃的 不打农药甚至有虫的 是吧 青菜上都有虫咬过的痕迹 但是呢 他自己的菜田 就像外卖的 他是打农药加化肥 甚至我见过一些农民 农药喷洒完了 就把那个 装农药的那个玻璃瓶 直接就扔到水塘里面 那个水塘就是给 他自己的菜田灌盖的 对吧 为什么呢 那是卖的 跟他没关系 他就觉得这东西我是要变成钱 对不对 至于我农药是不是超标 跟我没关系 反正我又不吃这东西 是不是 我们见到了大城市周边 有很多生态的业园 我有个哥们原来是开这个运输车的 你好 我有个哥们原来是开运输车的 油管车 也是一个老司机的 那完了之后呢 他因为开的时间比较长 他得了这个 腰椎键盘突出大概是 有这么一个病 反正就是不能坐的 不能长期开车了 怎么办呢 他就把市区的房子租给别人了 租给别人以后 他在 南京周边 包了一个小山丘 他放养那个所谓的跑山机 同时呢也种点菜 说白了能去他那儿都是开越野车的 叫车你开不到他那儿 完了之后每个 周末 我是周末去啊 其实别的时间还有别人去 每个周末都有人到他那儿去 我们在他那儿能带回来两样东西 一个是蔬菜 他自己种了蔬菜 他上面的搁了一层那个 黑颜色的那个网 我以为是摘阳膜性质的 他说其实不是 他是防止这个鸡来 咬他的菜 对吧 所以他是 类似于像大鹏一样 他盖了一个网 黑颜色的网 就闭光的 同时他也防止鸡来咬他的东西 那么第一呢我们能带点蔬菜火 这是真的无公害 因为他确实他那儿没有 没有荣药 你说他养鸡的怎么可能有荣药 对吧 第二呢我们在他那儿 能买到我们 可能很多年轻人都没吃过的那种鸡蛋 就是什么呢 有荣 什么叫荣呢 就是你把鸡蛋打出来以后 他这个蛋黄里面有白颜色 懂吧 这是公鸡和母鸡自然交配以后生下来的蛋 这种鸡蛋确实你很少能买得到 所以呢 我每个月都会去 就我这个朋友跟我很不错 我经常遇到他那儿有什么灌好的香肠啊 什么整片的这种猪肉啊 因为他有冰柜嘛 是吧 很多人送给他 就是人家到你这儿来了 给你钱嘛 不太好算账 是吧 有的时候就给他带点菜 你养鸡啊 没有猪肉啊 是吧 给你带点猪肉 给你带点牛肉 给你带点香肠啊 是吧 来跟他交换 交换农产品 所以呢 中国农村这种现象其实相当多 你包括前年发现的这个 河南的这个各卖 各大米 就是重金属层积的这个问题 其实后面我们知道他的 他对中国的影响相当相当大 为什么呢 因为河南的这个麦 它是中国面粉的六分之一 就产自于河南 那么你如果重金属超标 也就意味着我们吃的面 有六分之一 他就极有可能不安全 什么你说苏丹峰啊这一类的 那就不用谈了是吧 中国人体内的这种 毒素超标 或者说现在我们看到的癌症高发 都是有原因的 而他不是突发性的 他是由这么 最起码有十几二十年 这种重污染的环境导致的 而且今后这个问题 还将长期履带 很多人说了 中国民间 互相这样进行伤害 为什么没有制约 是吧 这个东西你作为政府 其实你是可以制约他 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 这个问题 其实这种疑虑啊 短时间内不仅解决不了 而且未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都解决不了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现在的问题 它其实跟高层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你要知道一点 中国整个改革的过程中 就在几十年来 它得益的 是中央以及地方的各个三头 就是中国民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但它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 我们不说什么民主自由 是吧 结社自由言论自由 这个我们不谈 我们先谈最起码的一点 中国人辛辛苦苦的去做工 去做田 你应该得到什么 最起码你应该得到温饱 我们看到了 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 连温饱都做不到 那么农业这一块 从中共建政以后 就它从土改到合作化 它一直是长期地利用工农剪刀叉 就是它沉香两元化 它剥夺了农民的政治权利 就是所谓的选举权 几个农民大概才相当于一个城市人 拥有这个选举权 就是我们讲的政治权利 这个就不谈了 那最起码一点 你把所有农村 能够出产的东西 都投向工业 是不是 在中国 饿死人的情况下 中国还在对外出口的粮食 还在援助其他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斗争 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例子 中国和老挝建交多少年了 七十多年 老挝成立了多少年 老挝成立了四十五年 对不对 现在可能是四十八年或者四十几年了 是吧 四十三年 因为他是一九七五年建国的 说明什么呢 中老建交 它是两党建交 就是说你还在村里面 你还在树林里闹革命的时候 中国就给了他支持 你把这个时间往前倒 这是什么 就是中国跟他的关系 其实一直是在维系的 就是完全是给他输血 甚至给他送人 送冰院 那么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中国再有多大的自然灾害 或者说因为中共的政策导致的 就大跃进以后导致的这个 导致的这个粮食缺口 不管 是不是 你饿死人那是国内的权 他还是要跟苏联抢夺 国际共运的话语权 那么他始终是在援助这些国家 就东南亚的国家的援助者多了 不是一个两个 一大便 甚至非洲 是吧 欧洲 尤其是欧洲 中共如果不插手这个阿尔巴利亚的话 它跟苏联也不至于老曾那样 对不对 这原来都是有骗 画片 是吧 你即使你踏到欧洲的时候 就已经侵犯到苏联的权益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中共还大量的制造了茅台 农村缺粮是不知道吗 乡村饿死人的不知道吗 饿死几千万人 他们中央不会不知道 但是他们就这样做的 那么从上到下 中国所有的这种 变得 他得意的始终是当权的这帮人 以及他们的爪牙 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各个三头 那么他这个问题就由之而来 民众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就是你付出了劳动 你甚至连温饱 在全国范围里 你连温饱都没有解决 那么你为了解决温饱 你就必须得想得 自己想得 是不是 你原先在农村 它是属于那种 跨区的 在我这个年龄 听说过这种 抓这种盲流 什么叫盲流呢 就比如说你是新疆建设兵团的 你哪怕是兵团子弟 你跑到北京混出来 你跑到上海混出来 他是要抓的 抓完以后给你再送回 送回原籍 叫遣送回原籍 是不是 那么你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落灾荒了 我当地种粮是种不了的 我没得吃我得出来要饭 不行 你不仅影响了当地的形象 而且你也影响了中国的形象 他也得把你抓起来 关到收容所 然后我通过这个收容所的 途径再给你送回原籍 是不是 当然了有些城市 还就是 哪里当流民 掐着脖子让你干几天活 哪怕 干个半年 或者干个三个月 是吧 他再给你送回去 那么 中国人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 他有了一条出路 叫什么呢 叫打工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 中国有很多问题 他其实是 大量的民工出现 迁徙了以后 他才出现的 就我们一直认为啊 人的这个道德约束 他一般离开家乡四百公里 基本上就丧失了 因为他不认识别的人 对不对 比如说我是荣村的 我突然跑到一大城市 你我家乡好几百公里了 根本没有人认识我 我还需要伪装什么呢 对不对 我不需要伪装啊 那我就干脆 我原来咋样 我就咋样呢 对不对 所以他不需要家的伪装做人 他啥事都能干得出 他没有任何羞耻感 因为他不认识 一个人都不认识 他不存在 我做了一件什么丢脸的事 你传到我村里 对不对 没有 没有这方面的约束 他内心中 就失去了这个空体 那么民工到了城市以后 他就出现了一个 城乡的这个差别 对不对 他从小所受到的教育 是不完美的 他有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 听都没听说过 你别说养人了 对吧 所以他就更加加剧了 中国社会的割裂 就是城市人 因为从乡村来的一些人 你有很多恶性 那么 他就开始 斜着眼睛看你 他就看不起你 因为你有些地方做的 确实不好 做的不够 你让别人看不起你 是吧 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 从乡村来的孩子 他们原先是很赛 就他们觉得自己是很随朴的 或者说这是他们的一种 传统 对不对 那么他觉得他是守了本心 但是呢 他在 物欲横流的这种 城市 这种森林里面 他四处碰壁 他不得不入乡随俗 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人 变化很快 就过个两年 你在回家 可能乡村里面 原先熟悉他的一些老人 都分不清了 所以孩子变化太大 是吧 但是变化大不大 这个社会呢 他是认钱的 如果你在经济上你获得了成功 那么你还是能受到 湘民的赞颂 甚至出去卖 说白了一句话 中国有很多乡村边缘地区啊 包括习近平当年执政过的 林德地区 那个地方属于闽东 林德地区在江苏 开洗头房的是最多的 他甚至是连锁 互相他能换人 为什么呢 他在一个城市 一个大一点的城市 他能开几十家习东方 他一个月可以轮换一遍小姐 是不是 我店里比如12个 我留两个 另外10个 在我这儿待两三个月 客人对他已经厌倦 是不是 省美极老 我把他这10个人调到陈东店 我从陈东店换10个过来 再过一两个月 我把他调到陈南店 我再这样轮换 懂得意思吗 就是他这种连锁 做得相当好 所以我一直在说 中国有很多 从乡村出来的人 他们所谓的固责手段 也是被这个社会所逼迫的 中国形成这个 孝明不孝昌的这个风气 已经有很久了 不是现在的问题 所以现在你突然爆出 两个歌星影星 有一些私生活上面的问题 我们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只觉得好玩呢 因为这种事 已经司空见惯 那么道德上的约束 被一级一级的破坏 现在基本上 已经不存在所谓的道德底线 那么跟着 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法律 从彭宇院 我们已经明明确切地看了 法律这条底线 它不是保障社会的最后一道底线 所谓的社会公平公正 目前我们根本就不要奢望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上梁不振下梁歪的问题 是吧 前面我打过一个比方 就譬如说像 薄熙来这种人 他在青年时代 他在文革时期 他因为参加红卫兵 要造反 他把他爹打倒在地 累于 踩断了三根 这种人 他竟然能混到政治局 你说这个社会 它自己有纠偏的意识吗 整个法律体系 制裁过文革中施暴的这些人吗 没有 因为文革中 没有真正的逍遥派 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笑着说 我手上没有沾过血 那么整个一个国家 你不可能中断管理 怎么办 只能在矮子里面拔将军 把手上血债少一些的 跟着苗红的 愿意维护这个体制的 作为第三梯队来培养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 胡耀邦指导下的 中总部轻战局 就青年战部局 搞了这个第三梯队 当时负责的是一个副部长 叫李锐 这个人还活的 当然了如果他不说 我们还不知道 习近平竟然只有小学文化 年初二都是造假的 更不用说博士了 那现在的问题就在这 制度问题解决不了 道德层面已经被突破了 法律 它不是被刺穿的问题 整个就是一个栽的 那么从上到下 权贵以及他们的子女 他们的亲属 他们的白手套 做了任何事情 没有办法来惩治他们 贪官你看 贪官你看 从贪几万块钱 几千块钱 几万块钱 到贪几个亿 几十个亿 上百个亿 是吧 据说还有千亿 对吧 你见过中共 为贪污腐败 杀过几个官员 如果按照中共 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 无论是法律 还是党纪 那么贪污 几百万上千万的 绝对应该就枪毙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 达成了一个幕后协议 级别高的行程 四一级的燕铁 再四一级的 交换鼠地 是吧 你比如说你扬州的干部犯法了 你是一个副市级 是吧 副厅级干部 怎么办呢 给你关到镇角 是吧 你不在你 你所在的这个地级市 换一个市给你关 对不对 那么省管的干部 好一点 是吧 你中央有地方给你呆 那么更下一级的干部呢 可能就慢慢地分流了 在分流的过程中 我们还经常看到一些故事 这样的公安局 当地把它称为 黑社会 他被抓了以后 他被送到巨龙监狱 到了巨龙监狱以后 他在集军队签了个字 然后到医院盖了个坡 他就定居到扬州了 一天行都没府 为什么呢 有人保他 当地所有的官员都在保他 不保他不行啊 他知道的东西太多 他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是他什么都可以说 如果他要说 我们就会看到类似于 前段时间发生的那个河北省委 常委这一期一样 连郭端一个都没了 是吧 河北省委的议席常委 几年之内 全部被捕了 对吧 那么你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当官的 你掌握了权力的这些人 你做了一个坏的榜上 你让老百姓怎么办 他没有别的办法挣钱 那么他 夫妻分离了 是吧 懒得在外面打工 甚至有的农村 留守的只有老人和孩子 很大一部分商村 夫妻俩都去打工 有一些呢 胆子比较大 懒得出去卖子 是吧 你都出去坐鸡 他不要脸了嘛 咱们我就要钱 这个刀问题不大 那有一些老实巴交的 没有一技之长的 或者说人老猪黄的 懒得去打工 在建筑工地 本身就很辛苦 那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技术啊 对不对 出把的力气呗 女的呢 女的到工厂的还算好一点 有的 甚至做的一些更不堪的工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夫妻双方 甚至都不能保证在一个城市打工 孩子一年人见一回 人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 他这种压抑 到了一定的时间 他会发生变化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量变到质变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这个概率 你总是要考虑到 这个数字太大 是吧 现在有两亿多农民工 就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净成务工者 两亿多人里面 两亿多人里面 一千万人里面出一个 对社会进行恶性报复的 你整个社会就乱了套 是吧 有三个五个全国范围内 一年 别三五个了 一年有个五十个问题还不大 是不是 你一年之内如果有几千个人 几千个这种恶性的事件 一个人给你干倒了 三个五个成熟居民 你怎么办 你马上会造成更大的社会问题 所以底层互害的问题呢 它其实不存在 它这个问题是在哪 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集中在民间的一个爆发 而且我们看到的都是已经掩盖的 现在是所谓的这种信息 比较公开化 比较及时的 资讯的这种年代 那么随时有人把这些恶性的事件 拍成视频 及时的就传播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得到 其实很多地方 发生的事情 我们看不到 而且从前两年抓的这些人来看 现在几乎也没什么人敢统计了 把它统计一下 报道出来都会被遇过 我相信这些事件 最后的演变 会到政府无法去遮盖 不是说它想遮盖遮盖不了的问题 而是爆发点太多 它没有办法隔绝整个社会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这样 你说读视频也好 你说人心涣散了也好 没有人建议永违也好 你怪谁呢 说白了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社会 如果你想改变它 你只有从根子上改变它 全世界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国家 用全民来供养一个党 这种体制 如果不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幻想中国 能够靠几个运动 靠中央政府出台几个政策 就能挽回的 我觉得那只是一种幻想 好了再见朋友们 祝大家晚安